進入冬季一定要特別注意新冠肺炎外 還有就是流感 最近醫院門診上有醫師發現 感染呼吸道疾病的兒童 明顯有增加的趨勢 尤其兒科許多來看診的兒童 都有咳嗽 呼吸 吞咽困難等症狀 經醫師詳細檢查診斷發現 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目前第一線醫師發現遭感染的孩童 通常持續性咳嗽也咳個不停 發燒狀況也持續著 包括呼吸道融合病毒RSV以及流感病毒等等 秋冬的這些呼吸道病毒劇烈的上升 第一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這個 呼吸道融合病毒又叫RSV 那它很容易在這個學齡前 五歲以前的幼兒 造成發燒以及劇烈的咳嗽 尤其是兩歲以下的幼兒 甚至會需要很長一到兩週的住院 甚至加護病房氧氣的支持 大多數孩子在兩歲之前會感染RSV 潛伏期通常為二到八天左右 感染病毒四至六天就會出現症狀 臨床上要觀察病人年齡 及過去健康狀況 醫師指出目前流感在幼兒還沒有真正流行 到了十二月或是過年的冬天 更冷一點 有可能會有一波流行 因此不論是新冠或是流感疫苗 都應盡快施打 呼吸道融合病毒 以及流感 其實在過去幾年的經驗 在秋冬季節 其實都會大幅的流行 但是這幾年來 由於新冠的關係 我們防疫其實做得很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接觸到流感 跟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機會 相對比較少 也因為免疫負債的關係 即這幾年來臨床發現 其實感染到流感 或者是呼吸道融合病毒的老人 或者是小孩症狀 都會特別嚴重 以前只有少部分的患者 會產生重症的情況 但是今年其實 尤其是在兩歲以下的小孩 或者是六十歲以上 有慢性病的老人 其實當他感染到一般的流感 以及呼吸道融合病毒的時候 症狀都會特別明顯 甚至研發 產生重症的機會 都會特別的高 隨著年紀的增長的話 其實免疫力也會隨著下降 所以得到這樣的病毒的感染的機會 也是會增加的 醫師強調 兩歲以下的幼兒 或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 有慢性疾病者 感染到流感 或者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應遵從醫主 若家人出現症狀 要適度保持隔離 做好預防 降低感染風險 TVBS新聞 鍾德榮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